我们今天也是继续和弟兄姐妹 来分享一个 马太福音的事情讲到信息第九讲 题目是 张壤 父死 天国 神子 荣光 我们的经文是17章 让我们一起先把经文来读一遍 抱歉 因为是不在现场的话 我一个人读有点闷 不过你们尽量可以跟着读 经文是马太福音17章 一到二十七节 我使用的是新一本圣经 大家可以跟着读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 领他们悄悄地上了高山 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 连好像太阳一样照耀 衣服洁白像光 忽然摩西和伊利亚向他们显现 跟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 主啊 我们在这里真好 如果你愿意 我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 一个为你 一个为摩西 一个为伊利亚 彼得还说话的时候 有一朵明亮的云彩笼罩他们 云中有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门徒听见了 就俯伏在地上 非常害怕 耶稣前来 摸着他们说 起来 不用怕 他们抬起头来 看见只有耶稣自己 没有别的人 他们下山的时候 耶稣吩咐他们 人子从死人中复活已先 你们不要把所看见的异象 告诉人 门徒就问他 为什么经学家说 伊利亚必须先来呢 他回答 伊利亚当然要来 并且复兴一切 但我告诉你们 伊利亚已经来了 可是人们却不认识她 反而任意带她 照样 人子也要这样 被他们苦待 这时 门徒才领悟 耶稣是指着 施洗的约翰说的 耶稣和门徒来到群众那里 有一个人前来 跪下对耶稣说 主啊 可怜我的儿子吧 他患了癫痫病 非常痛苦 好几次掉进火里回水中 我带他去见你的门徒 他们却不能医好他 耶稣说 哎 这又不幸又观谬的世代啊 我要跟你们在一起到几时呢 我要忍受你们到几时呢 把孩子带到我这里来吧 耶稣斥责那鬼 鬼就从孩子身上出来 从那时起孩子就好了 门徒悄悄地前来问耶稣 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鬼赶出去呢 他说 因为你们的信心太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只要你们的信心像一棵芥菜种 就是对着伤说 从这里移到那里 他也必移开 没有什么是你们不能做的 二十一节 这一类的鬼 如果不靠祷告和进食 是赶不出来的 二十二节开始 他们聚焦在加利利的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焦在人的手里 他们要杀害他 第三天他要复活 他们就很忧愁 他们来到加板农 收电视的人 前来对彼得说 你们的老师不纳税吗 他说 纳 他进到屋子里 耶稣先问他 西门 你认为怎样 地上的君王向谁 征收光税和丁税 这样自己的儿子还是外人呢 他回答 外人 耶稣对他说 这样儿子就可以免税了 但为了避免触犯他们 你要到海边去钓鱼 把第一条钓上来的鱼拿起来 打开鱼的嘴 你就会找到一个大银币 你可以拿去交给他们 做你我的电税 好 经文读到这里 我们一起 先有个祷告的时间 主要 你是荣美的 你创造 你拯救 你也审判 你也每天都与我们同行 帮助我们 感谢赞美主 你设立你教会 恩福三十三周年 还有之前的乌福 还有之前播到会 更早之前神 你设立全球的教会 像个属灵的传承 多美好 有新的时代 新的工作 感恩赞美的 今天我们在你的圣殿中 来敬拜 来听道 来分享你的话 也来彼此的守望 求你这时候 把你真理启示给我们 刺开我们的耳朵 也刺给我们受教的心 也求你 掌控你孩子的口和舌头 使我能按照你心意 宣讲你的至圣之道 从耶稣基督命求 阿们 很多时候 一个特别的经历 会带来一个人 三观 情绪状态 甚至行为模式的 极大的改变 如果是个特别 基地性的事件呢 可能使你脱胎 换骨 道路越走 又光明 只走到人生的终点 大家可能都知道的 法国民族 悲惨世界的主角 然而让 是一个贼心难改的侍求 主教呢 好心结在他流宿 他却趁夜 偷走了银仓具 警察把他抓回来 主教就是 为了开脱罪责 甚至连赢的主台 也慷慨送给他了 又劝他 你要弃恶 崇尚 他就要伸受出动 之后改学归正 重新做人 赚了大钱 用正当的生育方法 然后还慷慨了 做慈善 不过有人肯定说 这个小说太天真了 不真实的 因为我们基督徒 绝大部分 当然在信主 决志的时候 经历神奇妙的作为 还他同在的美好 然而大多数人的 重荡没有减轻 环境没有改变 天色也没有长廊 这怎么办呢 今天所读的经文 是回到 看才看的 第一到第八节 我们会发现 耶稣的三个门徒 彼得雅各和他兄弟 约翰 是蒙受了特别的恩宠 被耶稣悄悄地 带上了高伤 低赌他的荣美 彼得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这个字有点小 没有哈喽 以至于往年 这样写信给教会 在彼得后书 一章十四到十八节 我就筛录一些 这样说的 因为我知道 离世的时候快到了 我们不是随从 巧妙捏造传奇的故事 就是亲眼看见 他从父神得到 尊贵荣耀的时候 在极显赫的荣光中 有这样的声音 对他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这从天上发出来的声音 是我们和他 同在圣山上的时候 亲自听见过的 你看彼得跟着耶稣三年多 在他事情中 除了这件事情 没有记载他跟耶稣 在一起的其他事情 所以可见 这事对他影响非常大 当时在场的使徒约翰 后来也在他的福音书 见证说 我们见过的荣光 这是从父而来的 独生子的荣光 然后世纪上 后面的经文 就主要记载两件事情 一个是四到二十节 提到上下 他的其他门徒 赶鬼失败了 而耶稣一斥责 就把那鬼赶出去 就显明耶稣的 操然能力 他还告诉门徒 他们为什么失败 而二十四到二七节 就很简短地记述了 彼得 关纳税的话题 但耶稣告诉彼得 自己是神的儿子 不需要纳电税 然后他又叫彼得 去雕条鱼 从鱼的嘴中 拿一个大钱币 交了神奇的方法 交一个税 这也显明他尊败地位 不用赚钱去纳税 然后又显明 超然的能力 所以三件事情 连来起起 都看见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 他的荣耀 和他的全能 不过你在看 这三圣经的时候 发现 把这三件事情 连来起 不仅是这个荣耀 还有死 是基督的死 前面十六章上提到过 第一次 耶稣宣告自己要受死 这里又三次 间接会直接地提到 这个事情 第一个 当上马太福音 没有记载 路加福音有提到 所以在耶稣 高伤显向的时候 摩西克伊利亚 为什么出现 跟耶稣谈论 耶稣说他怎么死 要在一路上的成就 什么事情 第二个呢 门徒跟着耶稣 下山路上 耶稣说 我要跟 是约翰一样 遭受这个 一个结果 就等于是被 掌守的 死亡的结果 第三次当时 耶稣直接在 加百农 第一次 上次是在 凯撒利亚 菲利比 现在在 加百农 南边 直接说 他要受死 然后会复活 所以你看了 三次 就在基督中出现 所以 有人说 我要同意的 神的家说 耶稣基督在 属日架上受死 是上帝 在整个人历子上 给人启示的 最高峰 可以说 100% 把上帝的心 讲出来了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 这次登山变相 可以说是次高峰 从山上 神的荣耀 显现 神的儿子的荣耀 显现 开始的旅程 却是个 父死的旅途 就是荣光 和死亡的阴蛮 是彼此交错的 门徒在山上 见到神子荣美 在山下去 要跟着他 继续地走 去死的 赴死的 这个叫 教宗 也开始认真 面对耶稣 真的不是说假话了 闹着网着 是要被处死 那怎么办呢 他们就忧愁 他们当然不敢 再拦阻耶稣 不要去死了 也没有离弃耶稣 立谋高救 找另外一个夫子 耶稣以他的全能 据失神经 也不能使门徒 心里开心起来 眼睛好像 好像还是看不见 没有明亮起来 二十三节就说 他们很忧愁 死里夫沃那几个字 他们听不进去 不知道怎么理解 所以一路帮着惊奇 甚至帮着害怕 跟从耶稣 去到一路撒冷 这在马可福音书 上三十节也讲到 这个害怕 所以我们回过来看 那问题是 耶稣为什么 带着三位上高山呢 有什么期待 他改变的吗 他们被留在 伤下的九个门徒 又有什么期待呢 当门徒悠悠愁愁 跟着耶稣去 赴死的道路的时候 主期盼他们 以什么态度 去面对一些 不友好的要求 或者外在一些 敌对的环境呢 其实基督徒 大部分都有 领略过 上主的荣耀 全能 这样的高山经历 但是面对 越来越 恶劣的时事的时候 我们不自觉 会揪心 会忧愁 就是现在的香港 有人这么说 你同不同意 另外一回事 说东方蜘蛛 已经死了 可以放到下一页 在这里呢 跟随主的道路 其实越来越艰辛的 我们就难免怀疑 神 你的作为在哪里 也不知道 如何去面对 或大或小的挑战 下面要让我们 逐段来看看 这个经文 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如果第一段 我提到八节 可以给取一个题目的话 就是 蒙恩撇荣面 当听神子言 在人机罕之的高山上 比较能够专注 亲近天地的创造者 摩西和以利亚 其实也在 海拔两千米上的圣山 叫西乃山 或叫和列山上 有上帝向他们显现 还蒙受特别的启示 但是彼得口中说的圣山 有没有名字啊 没有 福音说的没有 彼得前书也没有说 是哪一座呢 不同的看法 最早就有人说是 塔坡山 大概五百米高 然后上面有 一个变象塔 这在下加利利 比较矮一点地方 也有人说是 两千八百米 八百米以上的 黑蒙山 那就不是以色列境内了 山上常常有积雪 进来的一些解经家 比较这样看 是上加利利的米伦山 约书打仗的时候 在夏索珠 跟他打仗在米伦水 米伦水就是附近 那发源于米伦山 也是今天以色列 1967年 一个绿色县的区域 最高的山 大概120米 这个山的高度 和山下山上的环境 比塔坡山和黑蒙山 更加吻合经文的一些描述 那这在高尚上 耶稣改变了形象 有脸上如太阳发光 衣服是洁白的 然后摩西尼尔显现了 这两位 在以色列历史上 非常重要 摩西尼尔把以色列人 从埃及为奴之地 带出来 然后在心态上下 又向以色列帮布 神的律法 是从神在心态上给他的 然后塑造整个民族 宗教和社会形态 以利亚则是以色列 先知运动的先驱 北国暗利的儿子 雅哈王当政的时候 引入了外族的巴黎崇拜 全国急速离开野华 以利亚一己之力 在雅哈王和百姓面前行神机 并积极除灭了 850个巴黎和亚瑟兰的偶像先知 就在加密山上 就抗衡了整个巴黎崇拜的泛滥 还间接导致了 这个耶护家族灭掉 安利王朝 有一个宗教的革新 虽然不彻底 而摩西和以利亚 还有很特别的地方 他们都是被上帝 及尊人的方式 给带走离世的 是神直接取走他们 所以他们现在来 跟耶稣讲死的事情 耶稣要受难的事情 也就是说 他们也为耶稣做见证 正如耶稣说 成本就为圣经 都为他做见证 摩西亚预告有位先知要来 以色列人要听他的 所以现在 耶稣就是那所预告的先知 大家在听他的 而以利亚带来 末世的味道 就是全能的审判 所以耶稣也要 当当我们的罪孽 为我们受死 这时候 有两位要离开了吗 然后一向嘴快的 彼得就说出来 这里真好 提要他搭桑做帐篷 他们搭桑的帐篷 大概留在山上 多么好 他就把耶稣 比摩西跟以利亚 当成同等的了 这个肯定是错误的 所以马上就被纠正 这个偏差 一朵明亮的云 遮盖三位 然后就代表上帝的同在 在云中又说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的 因此耶稣是神的儿子 超越包括 摩西和以利亚的 一切先知 是最高启示 是神人之间的 唯中宝 是救恩的成就者 是成全律法先知的预告 他尊贵的荣光 显明代表神性 两个人 摩西跟以利亚 在他面前是辅助式的配角 所以云彩上去的时候 他们只见 耶稣不见其他的人 所以彼得 他三座帐篷的建议 没有被采纳 这说明什么 说明 耶稣和门徒不能流连 沉缅在山上美好和荣耀之中 耶稣要下山去 门徒也要去 一起往 耶路撒冷赴死的道路 而彼得 话没说完 就有这个云出来 也就说明 彼得说错了 然后他们看这个荣光 有声音就害怕得浮浮在地 惊慌 惊慰 也是个顺服听从的一个态度 所以彼得自作主张 他以前对于他的夫子 那样粗鲁的这个 说话也受了个警告 所以对这三位 被挑中的这个门徒来说 那晚的经历是非常特别的 耶稣还不让他们告诉别人 就是说你不能 把自己当个炫耀 直到耶稣要死底浮荡 更大荣耀出现的时候 才可以讲这些灯上的荣耀 所以耶稣希望他们 有个重大的一个期待 他们能够顺服 认识基督 然后可以未来的教会根基 奠定很稳固的 我们得真知道 后来这三位在出的教 非常重要 彼得我们上次讲过 是门徒之手 有天国的钥匙 带头在耶路撒冷 见一个上万人的教会 感谢主要的 跟恩福一样 上万人 两次步道就八九千人 然后雅各也是 后来第一次 第一个位主 训到了门徒 而约翰呢 在出去教会 是成为爱的使徒 当他哥哥雅各 训到之后呢 他跟耶稣的弟弟 也叫雅各 和彼得 起成为耶路撒冷 教会的三助使 最主要的领袖 所以耶稣这时候 特别恩宠 这三位门徒 也让他们可以 先赌其尊贵荣光 让他们确定 他的身份 纠正他们偏差 也巩固他们的信心 并且让他们领受 从上帝 直接发出了 清晰的命令 你们要听我的爱子 让他们跟着耶稣 一直到耶路撒冷受难 所以你看见 耶稣基督让我们 经历他的荣耀 全能的事情呢 让他们也是 就更加明白 他的身份 更好的顺从他 更好的成为他的门徒 我自己在 第一次是在教会 做崇拜主席 是在十六年前 那是还在读神学 在北宣实习 在讲台上 当时也预备了 要讲的话很久 仿佛练唱 那生命圣诗 要唱的诗歌 不过当这个电乐响起 牧师带着 穿戴整齐的 服饰行列走进来 有悠长响亮的 圣诗响起的时候 我在讲台上 对着底下 两三百个会众 讲话的时候 两个腿就 情不自禁抖起来 完全不能控制自己 也出乎意料 当时真的非常感受到 上帝的荣耀 神的教会的荣美 神的讲 教会的讲 那些多么的圣洁 也是有个励志 在服饰中 要敞开自己 不要在生命中 留下破口 2016年 八月 也蒙 岳福城牧师的推荐 和城市牧师的高亢 我去台北 参加华佛大会 也类似的经历 我就不多讲了 当时也是有个励志 要在服饰中 更加顺服神 自己的带领 所以弟兄姐妹 不论你们 有没有蒙受一些特别的恩宠 经历神的大荣耀 和大作为的类似的经历吗 请你记住 神让你有这样的高伤经历 不是要你张张自喜 成眠其中 或者炫耀一番 乃是要我们更加因此 经恩故 心智 明白真理 然后下山之后 去面对挑战和艰辛的时候 更加听从顺服主的道理 带领 成为他何样的器皿 你预备好了吗 第二点 我们从十四到二十节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题目是 驱鬼莫迟疑 虚信阻担的 但耶稣和三个门徒 上高山的时候 其他门徒是在山下居民去等着的 其中第二天 就一个父亲带着被鬼附的 饱受癫痫病之苦的儿子来求助 这是耶稣还在山上没下来 在路上 于是他们叫他的门徒来赶鬼 鬼却赶不出去 有一群人在那争论了 大概就看看 为什么赶不出去 怎么回神怎么样 耶稣就对众人发出感慨 这是不幸和关密的事态 我和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 我要忍受你们到几时呢 这表明耶稣有个期待 这个是落空了 流露出不耐烦了 面对男孩父亲的迫切恳求 耶稣感受这个孩子 现在的鬼 治好男孩 这前面他大呢 不过耶稣的感慨中 表达的期待具体是什么呢 我们如果按常理 看着山下的九个门徒 他们是外围一点点的 但是他们也成功行过神迹 对吧 也是感慨疑病啊 然后凯旋 欢喜跟耶稣汇报过 在凯撒利亚 菲利比他们一起在的时候 也知道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那现在耶稣带着三个门徒 偷偷溜了 不知道去哪了 晚上没回来吃饭 没回来睡觉 男孩的父亲来求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想 哎呀 我们也这经验 这能力 应该没什么 男士吧 九位在一起 对吧 不妨试试啊 如果成功了 不就表明我们也不差 对不对 那结果是什么 是失败的 所以十八节 他们来问耶稣 为什么不能把鬼赶出去呢 耶稣指出他们的原因 信心微小 不过耶稣补充句说 只要你们形象 季菜种那样大 就可以挪伤 这类季菜种 也是一个 解析上的一个困难 一般就 现在比较多 会认为是一个 季菜 浸墨树 它以希腊为 Sinapi 估计来源 Sinomai 刺痛 希腊的意思 这个浸墨树呢 是在中东 北非 波斯跟印度的 干旱地区都有 它的种子直径 只一毫米 你看那个 手指 假的你看 然后呢 却可以长高到 六到八米 然后就是从根部 从基部 就有很多的分岔 就是一个丛的 出来的 树枝呢 曲折下垂 强壮的树枝 是真的可以承受 飞鸟的重量 前面十三章经文提到 教会的发展 像这个季菜种一样 潜在能力 这里指出 萌兔的信心 如果有一粒 季菜种这么大的话 就什么都能做 不过你就觉得 有点废解 会有点微妙了 那意思不就是说 门徒的信心 连鸡菜种都 那么大都没有 就太太小了 对吧 或者说他们的信心 不是真诚的 对上帝的信心 是对自己能力的信心 这就呼应了 耶稣感慨 不信跟关谬的时代 其实包括门徒中 还有不信的 其实在属灵征仗中 他们这样失败 是很不 一点不出奇的 因为我们不是 跟属于肉体的征仗 不是去比体力 去格斗的技能 比世界的聪明才智 甚至不是比我们的恩赐 乃是和空中执政 掌权者去争战 以我们的血肉之躯 怎么可以打赢呢 你想想 所以这些门徒 其实需要谦卑下来 看自以为不配的 无用的仆人 不再自以为是 乃是会全心仰望 跟倚靠上帝的大能 那么耶稣给过他们能力 跟权柄 就能得胜有益 可以赶鬼 可以遗伤 信心的大小 其实本身并不最关键的 关键是他们信靠 是不是耶稣基督 是不是真正的信靠他 全心的信靠他 所以我们在想 当时的情景 一个可怜的父亲 带着孩子 绝望的父亲 可怜的孩子 站着 两个 几个门头就跟旁边在争论 似乎要为这里失败 找理由 却忘了要继续来祷告 来赶鬼 按理说 学生赶鬼失败了 岂不是赶快找去找老师 去到处找老师来帮忙 你看一个普通科的西医 你如果有这疑难杂症 他会写一个reference letter 知道什么 装科医生 对不对 马可福音其实也增加一个经文 刚才我们特别土读的 是古卷中有的 就是说 这样的鬼不禁食祷告 就赶不出去 所以禁食祷告什么 就是祈求神的大能 而不是犹豫参半 而做了一半就算了 犹豫不决这样子的 所以商下这几位门徒 也有需要被纠正的偏差 就是怎么去参与属灵征仗 这是极大的提醒 就是要 驱鬼莫犹疑 虚信主大能 我们夫妻全职服侍 道路快有二十年了 期间也经历不少属灵征仗 不过真正算得上 港国的只有一例 就在快离开学校工厂的时候 有一个人带着一个 本科刚逼的学生 男生来了 就会参加崇拜 他读了很多中华经典 曾去过北京的白云光学道 打扮着有点道士的样子 崇拜之后 我们跟他谈福音 但是一谈到耶稣的实价 跟耶稣私底复活 他就听不下去了 所以没讲证 我受不了了 后来他来我们祷告会 听到我们唱诗 就在地上滚起来 扭动起来 发出怪声 声音真的动作 跟声音都很像猫 我们就判断 他可能是被鬼附了 于是十多位弟兄姐妹 就一起祷告 一起唱诗 开始为了赶鬼 现在我们越这样唱 他要躲得越大 乱叫 然后我们几个弟兄控制他 不要他动作太大 伤到别人 跟伤到自己 其他弟兄姐妹 继续唱 祷告 宣告上帝大能 奉耶稣名 叫魔鬼离开他 我们仿佛唱的最多的是 你作诛为王 就是个 越唱他反应的 很久之后 我们继续不放弃 弟兄姐妹 也提醒弟兄姐妹 如果你真的要 隐而畏现的罪 你赶快离开 这地方不好 然后很久之后 他恢复了平静 那连着几个祷告会 有时候一个小时 有两个小时 才能够这次正常起来 不过下次祷告会来 他可能又发作了 我们就开始赶鬼 连着四五次 最后第五次的时候 他发作最厉害 然后几个床道人一起 花了很多时间赶鬼 最后他口里 说出一句话是什么 我还会再回来的 然后人个人就 往前平静了 也就开始愿意 听完整的福音 还真的觉知信主了 是从内心相信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一起 当很多理工科的 博士 硕士 我们也实在找不到 其他的说法 解释来说明 他古怪的行为 我们相信圣经 所说的神赶鬼的事情 耶稣赶鬼的事情 是真的 除了自己从来 没遇到过 我们也相信 耶稣在识价上的 这个得胜是真的 也不管什么妖魔鬼怪 来到教会 要影响教会的正常聚会 我们必须宣告神的名 来击退他 我们也深深为这位 愿意追求真理的年轻人 他侮辱歧途 而觉得可惜 他也说他自己在北京 那个景光学校 受训练的时候 受到非人道的待遇 很痛苦 我们也觉得很同情 赶鬼平静之后 我们也找了谈话 去探访他的住处 他来崇拜的时候 来参爱演的时候 我们也对他态度很好 就像正常的弟兄样 显明基督徒对他 坚定不移的爱 但我们是没有 港国的能力跟经验的 我们只当成 相信神的话语 和他的拯救大能 也相信这个年轻人 是上帝所爱的 就尽力做我们 应该做的事情 结果可以说 不算失败 也不是成功 不完全成功 因为我们离开 宣教合成 没法再跟进很多 过些日子 他就不回教会了 对此我们真的有点遗憾 但没想到 我们还是挂念 也愿神继续带领他 所以早日回到教会 可以得到基督里 丰盛的生命 各位弟兄姐妹 我相信 我也不期望 你们见过被鬼附附的人 但是今天魔鬼 是以不同的面目 在社会的各个层面 来迷惑人心的 颠倒黑白 败坏道德 掳掠灵魂 在教会中制造纷争 散播谬论 混乱 乃至撕裂基督的身体 我们基督的门徒 是不是只凭着 自己的能力 和所谓的信心 抵挡一下 搞不定 那就算了 还说我们 辨明这些撒旦 魔鬼工作 我们就紧紧依靠神 毫不退让 相信和寻求神的大能 不求必其功于意义 乃是迫切地 进食祷告 祈求神的帮助 不把恶者赶出去 不罢休呢 也愿我们在 属灵征仗中 真的 不会觉得自己被主耶稣 在山上把我们丢掉了 忘记我们孤立无缘 不须的 我们不要因此丧气 或者没有动力 也不要自以为了不起 好像我的学艺 够精湛了 可以下山了 靠着过去 今天就可以怎么怎么样 不需要祷告 祈求神的能力了 我们应当在 山下的恶劣环中 毫不犹豫地 继续仰仗信靠 上帝的大能 去抵挡恶者的攻击 去驱除魔鬼的侵入 拯救灵魂 保守教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预备好没有 愿神帮助我们 最后一段经文 是在24的27节 题目是 谦卑无自事 不忘处放人 这四个经文 所记载的事情是 耶稣他们经常 落脚地方加板农 有可能是彼得家 有些特别是 这个事情 没有个结果形象了 当肯定采了到彼得去钓鱼 肯定钓了那鱼了 肯定脚了碎了 所以没有讲结果 说明重点不在于结果 重点在于命令本身 耶稣要比较去钓鱼 缴纳 殿税这件事情 当时20到50岁的犹太男性 每年都会缴纳 半舍克勒的丁税 原文是 罗马士兵 两天的工资 相当今天港币 1000到2000块钱 可以买十帮鱼 多少斤 20到30斤 所以肯定不是那条鱼 本身的价值 他嘴巴那个钱的价值 就是用作圣殿的日常运作 旧约有讲到这些运作 然后一月节前 一个月开始到人的住处 去收取的 当时却很少 铸造这半舍克勒这样的钱币 这两个德拉克马的 所以彼得跟耶稣 合缴一个 叫什么 叫做Tater 这是原文 意思是Tater 就四个德拉克勒 所以没有那硬币 两个人合在一起 就缴这个税 所以罗马法律 虽然没有同意 没有批准 但他也知道 犹太人会另外收这个税收的 所以当收电税的 美好生气地问一下彼得 你父子要不要缴税 彼得就说要缴 当然耶稣知道彼得的回答 他就通过这个提问方式 让彼得明白 自己是神的儿子 就不应该缴纳神殿里的税 就是地上的君王 不会像自己的儿子来收税一样 所以彼得虽然向耶税宣告 耶税就是神的儿子 对不对 他就认识这点 但没有把这个认识 应用在自己生活之中 所以彼得通过耶税的问题 的分析之后呢 更被提醒基督论的重要性 就是 耶税基督做神的儿子 是不必缴纳在税上的 而且彼得也用这个硬币 一起缴税了 那其实一样是 耶稣基督是神的殿 将来的基督徒 也不需要再缴税了 因为我们都是被神拣选了 蒙拯救了 没有再需要另外一个圣殿了 不过耶稣还是为了 不触犯这个法律呢 不触犯这个收税人呢 他就让彼得去 用钓鱼的方式得税赢 就用圆长生教的方式呢 来避免触犯 不必要触犯的人 所以你看整个 收电税的人 他其实是处于 整个祭司系统的 最外围的一个 前线的人员 他没法决定 谁可以收税 不可以收嘛 他无法对耶稣的身份 什么认识 就可以提出 豁免税项的安排 他重要就是收税 耶稣没有给他 特别这个难题 耶稣自己 在圣经说过 加拉太书说 他身在律法之下 为了把我们 从律法之下赎出来 他也在施洗约翰 那里受洗 虽然那是悔改的洗 但耶稣其实没有 最需要悔改 所以这些都是 主耶稣基督 类似的 谦卑的 虚极的一个表示 也值得留意的是 未来大祭司的 家中的时候 耶稣面对审判 他有没有否定 自己是神的儿子 没有 他简直会直接地默认 承认 但在现在这个纳税问题上 耶稣不想多事 没有去惹麻烦 也不给彼得惹麻烦 因为在彼得家门口 也不给自己事工 带不必要拦阻 他也不想太早跟人辩论 自己神儿子的身份 就没有在这时候触犯他们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特别情况 就耶稣的荣耀 跟他身份已经显现出来了 但在山下呢 有人背叛他这样阴影 他死亡的阴影 之下呢 他荣耀其实隐藏起来的 他也叫门徒不要讲 他的在山上的经历 他因为有远见呢 就在可以让步的地方 就是让步 不惹那非必要的麻烦 但在关键的时候 面对大祭司 一定承认自己身份 不会逃避 所以耶稣这也是为他 跟随者 树立一个谦卑的模式 也是一个策略上的考量 所以他用个离奇的方式 来得到说盈 像彼得等最亲近的门徒 显明他尊贵身份 和掌握大自然 包括一条鱼的能力 对彼得来说 刚刚山上见过那么神奇 现在第二条鱼 吐个钱币出来 那更加急 又被提醒了 所以本身这个命令 也是对彼得去做 彼得去完成 也是对了一个提醒 你不要再自作主张 不要冲动 你刚才答复问题 其实有点错的 是个责备 可以说 你只要是福音书 耶稣唯有一次 为了自己而行神迹的 就这次 当然这次也带一个彼得 不只是一个人得利 当然我们不需要效法 耶稣行神迹去钓鱼 这样得这个硬币 但是我们要效法 他谦卑与人同行 以智慧和爱心 来对待人的不信 刚硬和顶撞 因此基督徒我想 值得从这有所效法的 就是不要老站在道德高度 用我们标准去要求别人 也不要像个刺猬上 总是在防护自己 自我辩护 一点弹性跟让步都没有 该让步是让步没刚需的 在跟从主的恶劣的环境中 有时候需要针对 关键的问题 关键的人事做出立场的声明 但是对于不理解我们的人 不能一概地针锋相对 乃是要显出恩慈跟谦卑 人小谋大 这是个策略 将有助于和人建立良好关系 以生命来见证福音 在上个世纪 五十年代 三字爱国运动掀起的时候 王明道弟兄 就坚决不参加三字运动 但是不久就被一个 安息日会的牧师揭发控诉 说他在日本人 占领北平的时候 给日本人献同 支持日本人造武器 打转过来 是亲日媚日卖国 他完全不提到王明道 在当时是极少数 坚决不参与日本人组织的 基督教团的 对此王明道就回答说 那只是真铜 不是献铜 是北平居民每家每户 都要缴纳多少铜 是算好的 是必须的 你缴完了 门口就贴个条子 你干完就事情了 没标记的呢 天天来找你 麻烦 所以当然这个献铜也好 真铜也好 跟缴纳这个圣殿税 是完全不一样性质的 但没看得见 王明道的弟兄 他作为一个教会领袖 在原则问题上 他坚决着立场 但在无诸轻重的事情上 他就有弹性跟智慧 没有特别标榜 跟别人 好像我特别怎么样 去触犯掌权者 导致教会的事工受搅扰 如果 画了今天例子 我讲的不定妥当 当时可以考虑的 怎么样画个界限 虽然全民的普及检测 自愿的检测病毒 我们有很多良知 科学的探讨 我们不用去 但如果强制你要有检测 才给你健康嘛 才可以叫你回大陆的时候 才可以让你搭地铁的时候 你怎么办 如果神带领你去大陆宣教 或见亲朋友 去见证福音 或者你必须上班 要搭地铁 那怎么办 我们可以有一百个理由说 感康嘛 侵犯我们的隐私权 让我们处于监控的 直下的生活 但有没有必要去 制造麻烦 跳杂 坐地铁 或怎么样 一种不使用感康嘛 所以这是可以弹性的 不是绝对的东西 求神保护我们 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 要谦卑不自视 虽然不认同一些 做法跟要求 但是也不要情绪冒犯 那些做具体事情的人 让我们可以更自由 在地上敬虔平安的度日 以后见证福音 在一些原则问题上 站稳立场 对明显的不公 荒谬 或者背道 就是不要张扰 不要妥协 但对那些不是原则问题 可以稍微地谈性点 不要太辛苦 有太多事情 但是 实时要 神给我们智慧 怎么分辨是原则问题 怎么分辨是 无足轻重问题呢 实在是求神保守 特别有时候很两难的 真的求主 帮助我们 逃避两难的处境 今天香港 和全世界 这个时势都很恶劣 地上跟从主的道路 其实很多的仇法 看完这段经文 给我们一些认识 一个提醒 是我们在真正认识 耶稣基督之后 虽然世界依然悲惨 我们应该有什么改变 而不是改变世界 我们要回顾 主耶稣基督的荣耀 跟全能 也当知道艰难 受苦 甚至要舍命 可能无法逃避 但却有神的同行 我们愿意为 见证福音的缘故 在这个更大目标之下 去顺服主命 忍辱 谦卑 同行 也全心仰望上帝的带领 祂的能力 抗衡恶势力 宣扬上帝的慈爱 跟公义的福音 和实价设罪 此以复活的好消息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天父上帝 圣子耶稣基督 求祢帮助我们 常常回顾 祢的荣耀 全能 便使祢每日 在我们身边的 奇妙作为 也顺服祢的带领 全心地 倚靠祢的大能 对恶势力不妥协 但也有智慧和忍耐 去面对不被了解 或者被人敌对的时候 我们需要面对 各个聚集的个人 主要求祢帮助我们 怜悯们 服侍我们 我们耶稣基督民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